沈明在十分钟前发了一个朋友圈 谢谢亲爱的 你送什么我都满意 下面是两张配图 一张拍的是蛋糕 蛋糕上我爱你三个字异常醒目 还有一张图是聊天记录截屏 对方问他蛋糕满意吗 沈明回了一个 满意 谢谢宝贝 你看蛋糕的盒子 是不是刚才那个小丫头提的那一个 把沈明见 哎呀 看来他挺喜欢那个小丫头的 冰九泽盯着蛋糕的图片 又把聊天记录看了两遍 最后落在我爱你三个字上 一顺不顺地看着 谋底像结了冰 他胸口如浪潮翻涌 脸色阴沉似能滴下水来 片刻后 豁然起身大步往外走 讲臣一争 起身跟上去 开个玩笑 真生气了 我知道自己欠你人情 你要想要蛋糕我可以送你 你不用这样耍我 你真以为 我缺一个蛋糕 你不缺蛋糕 那就是单纯的想耍我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生气 其实 我真的很想和你要一个蛋糕 我怕 我如果说了实话 你根本不会理我 才撒谎骗你的 哼 你刚才还说自己不缺蛋糕 我都要求其他蛋糕 就是摇谷骗你的 帮名 手 安